7到9月份正值复离 局域里第七金针的采缩期 不过7月初第一波生长的金针 却遭到麦德姆台风严重侵袭 打掉椰两三层 接着气候又持续炎热 雨量少形成干旱 此金针缺乏水分下 严重影响生长 像假如是雨量过煮的话 大红的干旱 这些人过来就会发生的地固 死了一 达兰部部落族人的金针 其中栽种在六十淡山 其黑暗部落的山坡地 属于高山金针 部落的年产量一般可以达到3000公斤 但今年受到灾害的情况下 产量减少到几剩1000公斤 将严重影响原本与厂商议定的出售量 哇 差一半 差一半多一点 差不多 一日不辛勤 五日寄成花 就是黑暗部落的五毒碳培金针 今年产量虽然严重减少 让族人并不埋艳 透过祷告 希望明年金针能再长得好 借着法罗 大红副理采访报导